又打各位窮頭這邊有大家早安 好 馮老師其實今天的盤勢來看的話呢 雖然呈現亮縮 電子股還是有佔六成的資金 但是以熱門焦點股 或者是以逆勢抗疊的強勢族群 好像都是船廠為主 鋼鐵日K連三紅了 那另外包括航空雙雄 今天也回神走高 昨天外資才買進華航 像這種卡位動作 你覺得外資在短線上面 它可能會做短嗎 還是說它波段又會往上衝呢 好 我簡單來說 其實電子跟傳染各有擅長 不是只有鋼鐵牆 也不是只有今天的航空牆 尤其鋼鐵股 如果大家有印象 我一直跟大家報告一檔個股 這是美國大基建的概念 2069的運倉 大家記得我們當時 是在哪裡跟大家講的 是又在季線附近 對 也在季線附近 11月11號那天跟大家來報告 在季線附近 它是爆量撞高拉回到季線附近 你看這幾天一度的往上串新搞 那布局的位置一定是在這 這個是叫布局 那如果今天大漲才去再追的話 那短線上它的震盪就會比較大 當然手腳快 你還是可以做到短線的獲利 那你如果去看航空雙雄的話 我會認為 它已經從底部漲上來這麼遠 而且股價都是常常會出現爆巨量 那就是一個長期在做換手的 那就不是投資朋友在想說 這邊是在做一個布局 期待它再呈現一個倍數 畢竟現階段你所聽到的好消息 大概都已經結束了 包括什麼 包括了現在的貨櫃非常緊塞 未來整個的一個用貨櫃的速度 就會變越來越多 那航空用的這個載貨的就會下降 當然它未來會載人 可是你要去注意到 它就回到正常的一個路徑的話 其實華航跟長榮航都不是一個長期來講 股價可以給到非常高的一個股價淨值比 或甚至於本命比的公司 那現在我認為還是籌碼的一個因素 短線上我會 我不認為這邊是投資朋友布局的一個位置 短線操作是可以 但是在今天裡面 有很多的族群非常強 包括說我們之前跟大家在講 電子股裡面網通晶片 大家記不記得我當時候在提的是 3169的亞興 也是從季線開始跟大家報告 當時候價格才130多塊 今天已經翻倍 然後269再創立時新高 好 這個是我們跟大家在提 那我要今天跟大家報告的是 散熱族群 是我看到最近是非常強的 有沒有非常強 有 3338的太塑是不是 法說完之後連續的一個大漲 兩根漲停 今天在做什麼 在做一個創高 短短幾個假日 這漲得難道不強嗎 3483的立志 這也是我在季線附近跟大家提醒的 11月16號15 16 17號這兩天 我跟大家說有檔個股剛剛越過了季線 那雖然說現在成長不是很大 但大家可以注意投信好像有開始在佈局 短短幾個假日 它也從77塊左右來到今天高點 見到了100塊 所以我會認為說其實題材很多 那今天相關的散熱在往上漲的同時 車用的散熱又在轉強 365 散熱建設又在創什麼 又在呈現一個大漲 好 這些其實價格都相對已經比較高了 也沒有位階很低的 好 幫大家找到一檔公司 這個本益比超低 本益比超低 好 那它的一個股價也超低 這個是代號6275的圓山 好 這是專程在進行所謂的一個熱傳島 加電相關的一個散熱族群公司 我們現在看一下它的一個主要的一個客戶 主要客戶在國內 國外分兩個 第一個 國內的 因為它主要以小家電為主 國內主要客戶包括像申保 大同 東元 那全國電子 在國外這就是大家現在最關心的 車用電子 車用散熱 包括BMW 賓士 戴姆勒 現代 豐田 福斯 哇 這些其實都是大家很知名的一個汽車公司 它都是它的一個客戶 那它現階段的一個主要的技術 就是來自於所謂的一個三項馬塔 它還創造出了全球最薄 只有0.4厘米的風扇 哇 這是全球第一 那你再去看它的一個獲利狀況的話 你會發現 其實人家獲利真的很好 去年全年賺2.01元 今年前三季就賺2.18元 那它的一個股價 大家也可以看到價格其實相對來講 是比較便宜的 前波它已經領先了 其他的個股先創高 技術面上它是出現了一個 11月18號爆量之後創高休息 拉回到月線 昨天拉回到月線 今天就又轉強 那你可以看到月線的位置 就正好是在11月中 11月初到11月中的整理平台的位置 回到另外一個起張點 那這其實我認為在這裡做布局 投資品有風險就相對來講 比較不會這麼大 而且你如果去看它離整個借線的位置 並沒有非常遠 那整體的一個獲利狀況又非常好 前三季就賺2.18元 又是標標準則的 這個散熱車用題材 我覺得如果看到最近這個電子股 再往上漲的過程裡面 散熱族群一檔一檔從底部往上攻 那它其實我認為有先休息整理再轉強的 反而是投資品有比較好布局的個股 好 那瘋狂老師因為你剛剛提到了鋼鐵族群 鋼鐵族群今天真的很強勁飄悍 因為有三檔的漲停到現在鎖得好好的 不受大盤的影響 海光威治鋼筋廠 那中鋼購也是 中鋼購昨天才舉辦法術會 那董事長是說呢 受惠在台商回流跟電子廠的擴廠 所以他們的訂單能見度 已經看到明年的第四季了 那如果電子大廠在台灣擴大投資的話 這鋼購的榮景可能會比原先預估的兩到三年 還要長 甚至說呢 外界也在關心嘛 現在缺工問題到底有多少衝擊 那董事長也坦言說 現在真的是缺工變搶工了啦 老實講就是搶人大戰 那電子蓋廠呢 都會有維持合理的利潤 但是北中南的各大廠都在搶人 短期不是移工引進就可以取代的 今天中鋼購率先亮燈 以鋼鐵的位階低來講的話 您剛剛提到的運倉啊 建倉 這個集團股的部分 率先的已經先越過 11月中的高點位置了 因為每次鋼鐵總是 大家說一日行情嘛 看到了紅K棒 隔天就是兩三根的黑K棒 這樣打下來 以運倉建倉來講的話 它已經率先過11月中高點了 是追強勢嗎 還是先找落後可以補漲的 我覺得鋼鐵股今天的一個上漲 能夠公道漲停的 你有沒有發現 其實到昨天還在接近一個破底的狀況 並沒有出現打底 所以像中鋼購的這樣子的一個個股 前一波時段非常強 那它回漲的時間也夠深 那你可以發現它這個是一根長紅棒 你上去之後連季線都沒有過 但是我跟大家報告的是2069的建倉 我覺得不僅僅是我剛剛說到的這些題材 而是說除了鋼鐵的這個原先的 不管是漲價或者是 這個台商回流的一個建廠的一個題材 更重要的是運倉它搭上的是 所謂的大基建的一個概念 再加上說它有多題材 包括什麼 它是有切入到所謂的家電 切入到3C 切入到汽車 像3C它就很著名 它在2019年就已經發布 它已經切入到蘋果跟三星的一個機構建的一個市場 所以它的一個產品是比較多元 就不是很單單獨的在講 這個台商建廠的這個題材 那我會認為說 如果說你的股價已經是提前站上季線 而且它是緩步一直一直在做墊高的 這個才是值得投資們去做布局 畢竟大家都擔心會一日行情 但是你聽我在講的建廠是一日行情嗎 不是 它是慢慢墊上去 它是慢慢的一個墊高 然後今天在發動第一根長紅 那反而我會覺得說 它在精密兩天繼續續航的一個機率會更高 那如果說是短線上 像這個中鋼 GO 那像海關威治 這些都是昨天都還在往下 在找尋底部支撐的 那我會認為說 他們的一個反彈速度 就相對會比較 空間會比較有限 那大成鋼呢 因為大成鋼在今天的走勢也很特別 因為它漲幅超過4% 它在前幾天 上個禮拜11月11號那一天 才剛越過季線 第一根的紅K棒往上竄 結果呢 一臉的修正 六天又跌回了季線下 今天又往上的 又突破季線的 挑戰了兩次喔 風露老師你覺得這一次可以站穩嗎 還是它又會在這邊來來回回呢 我認為應該有機會站穩啦 畢竟同樣是做鋁鋼捲的 剛剛所說的建昌 雖然它名氣沒有大成鋼這麼大 但是呢 它的股價已經是領先穿這波段的一個反彈高點 那大成鋼身為這個鋁鋼的相關的一個龍頭的話 這邊再次站上季線 我認為往上攻的幾乎會有 但是我還是維持 我認為說布局一定是布局多元題材 多元題材的一個爆發力會比較強 那另外我覺得除了這些題材之外 大家也可以去留意一下 今天其實除了這些的一個結構之外 我們想來跟大家來聊聊 這兩天整個全資股有被壓抑嗎 那像聯電其實這個位置 我會建議投資朋友可以開始做注意了 為什麼 你看我們很久沒跟大家講聯電 因為今天的一個 這個氣晶圓的全部大漲 對不對 合金法說完之後要調高報價20% 然後你就看到了它帶動了台生科 它也帶動了中美金往上大漲 那我們是在看 細晶圓都這麼好 那就代表說 這個晶圓代工廠一定是非常非常的 非常的一個熱 它這個產能一定是非常的緊俏 那我再去看一下 這兩天聯電其實整個的一個上漲的幅度 其實略低於整個台積電 台積電是衝高 台積電ADR一度衝高到128塊美金 那這兩天一回回到120 可是聯電基本沒有漲到 但我們要去注意一件事情 最近有一檔公司 它是剛剛是所謂的進價完 準備要在年底要掛牌的是6770的立基電 立基電的一個價格 好像比聯電現在的價格還算貴蠻多的 而且今天也可以開始抽籤了 好 那重點來了 大家知道聯電跟立基電的規模 其實聯電的規模是比它還要來的大 那獲利也是比它來的好 但是股價其實比它來的便宜 我覺得這個會有一個比較空間 那我們認為說 給投資面有的一個投資建議 我的操作策略 因為每個人操作策略不一樣 有的人喜歡去追漲停 有的人喜歡去鎖漲停 但我的一個操作策略是 如果我在推薦檔個股 在分析檔個股 我認為回接到季線附近 回接到頸線附近 那應該是個比較安全的位置 那假設有已經連續三天拉回休息 那我就會認為說 這邊往下的風險會相對更低 你來看一下聯電 是不是它現階段 是不是回撤到第一個回撤到季線 那第二個它是不是回撤到 10月到11月初這個頸線位置 那同時又回撤到月線 季線 頸線 下方還有上升的季線做支撐保護 投信連買三天 外資雖然是在前天 大家前天大買了一天 大買了一天之後又連賣兩天 但是你可以看到投信是連買三天 我認為投信的一個買盤會比較扎實 那這個價位的一個聯電 我認為未來應該會在指數要往上攻高2萬點的時候 它會貢獻一個比較大的力量 同時它會有一個比價的一個空間 跟立即電台去做一個比較 我倒是認為大家與其去追逐這個立即電 那我認為聯電這邊反而是被低估 比較穩健的一個中長線的一個投資朋友 反而在這個價位 我認為是應該相對好的一個布局機會 這邊的下一個 removal 是總統快区販 我說 скоро 看你的 看看 好